老板啊 这位客轮到我方来了 给给 你看 给鱼肚子里面套出来一个紧币 鱼肚子里面套个紧 这鱼肚子里面能弄出来一个大头 这个大头的尺寸可不小啊 将近四公分了 这鱼可不小吧 因为那个鱼还真 真乱二斤 我给你说咋玩吧 老板 我几个上河子一袋去玩去了 转着玩去了 看人家钓鱼了 我看前面围几个人 咋会说呢 我刚刚过去看他 我一看 人家钓鱼了 你咋咋会说 弄了一个二十几的大鱼 那鱼大嘞 我多大王子 一看都捞鱼 最大 真大 我的天爷 我都没见过那大的鱼 他咋会说呢 那个能大的那钓鱼嘞 他当场用那个导着 叫那鱼凯塘膜渡 凯塘膜渡了 你凯塘膜渡不挡你啊 他在那边挖出来一个金币 挖出来一个金币 当时围馆可能有五六个人吧 都想没 有个人套二百 一个套五百的 那个人说了 最低三千 三千人就正考虑中了 三千都三千 我给你拿去 账你给我都给他买回来了 我也可能啊 我不能说三千块钱我买这 叫那鱼来给我 那二点鱼 我那鱼跟你说都得撑井啊 我跟你说 不然的话他就快省钱币 是不是 我吵那鱼哦 我跟你说吧 我更聪明 我的智慧根本都用我啊 老哥 这个是冤大透 这如果按照你所的称例啊 这不是鱼自己参省的 有可能是他吞到肚子里面的 出来吧 我感觉啊 这东西啊 他绝对不是凡鱼 你看那鱼撑井了 他疼 他不会疼饭我啊 便宜的东西他不会疼 这东西我一看都不是特别之间 你看这能不能支几个亿 哈哈哈哈 嗯 如果说你这是整了呀 支几个亿确实没问题 没问题吧 你我都说 我要发去 哈哈 老哥 可能你发不了解了 你是上当了 咋关上当了呢 嗯 你听我给你讲一下 首先啊 这是原大透 三千里大透 大透嘛 被称为因缘之旺 嗯 应缘 他最起码要是硬了 但是你这个呢 这是紧的意义 这不是紧的 你这个是痛了 而且你这还有钳子斑 嗯 钳子斑啊 本身如果是真大的话 打一个钳子斑啊 都得百万级 然后你这个黄金大透在家钳子斑啊 当时啊 官方并没有发行过一员的金币 嗯 有试员的金币是不加 嗯 其次呢 钳子斑的金币就更牛了 那没有 你是不是没有见过啊 哈哈 根本就没有省缠这样的 因为因缘啊 没省缠 就是十足扬笔 要有资料和插来 都是等级才撤来 其次啊 你这故事啊 本身就有毛你 嗯 一般情况下 像河边 耶省掉来了狱 如果是钓游啊 说是吧 能钓来个及时紧的鱼啊 那第一件事不是开挡某度 而是炫耀 拉维加炫耀 他怎么可能刚钓上来 就直接开挡某度 好像鱼子有紧币一样呢 老板 你给我看仔细了 我个人花三千来了呀 你这个 你不会看周延 这个刚才你说的 紧币 它周延要是紧的 你这个明年是通了 那个上手的重量不对 黄金你没抹过吗 黄金无论是大还好 小还好 迷度很大 有扎手的感觉 你这是明年是通了 哎 老板 不会吧 我那宠明 他能不能过来骗我吗 哈哈哈哈 嗯 这个暂截不提 但是咱看事物啊 确实是假的 哎 咋的还有人骗人呢 你看这事弄了 嗯 这个咋说啊 啥人都有 所以说啊 不懂得懂你 千万不要去谈刑 他就利用你的谈刑 你以为谈刑 有人容易上当作骗 哎 那无从我再回去找到你 我都是 我再找到他就要全国退了 嗯 我都是找不到他 不过我还不要紧 我还带 带一个二多斤的鱼呢 哈哈哈哈 你要是人工四样的二多斤 你估计就一二百块钱嘛 啥掉不来了 哈哈 那行那行老板 你抓紧时间去找一下他 好好好 我去找到你 谢谢大家